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每天胡思乱想 节目前先打一广告 那么这个暑假,8月16、17、18三天 有我的三场游学活动 8月16呢,在山东青岛 去青岛山炮台,一战一址博物馆 这是一战唯一的一个东亚战场 我们在这去看看一战当中的德国 以及德国呢,怎么样的去发酵战争 搞民族主义,最后把自己推入深渊的 对吧,那威廉二世自不量力啊 你什么水平啊,你去跟英国去拼着 还有就是中国参加一战 参加一战为了什么 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解决青岛问题 但是最后呢,没解决了 引来了五四运动 那五四运动又是怎么爆发的 咱们都在那讲 那17号呢,去康有为故居和德国总督博物馆 这个就聊聊德战时期的青岛 青岛下水道,有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强 还有就是,青岛其实是一个面子工程 就是当时威廉二世在迎见他的时候 就一定要造的比香港还好 比香港还繁华 英国有的,我也要有 所以你有这个经济特区了 我也要搞一个经济特区 最后这个钱滑超了 到最后这成本都没收回来 这是聊聊德国时期的青岛 还有就是康有为和戊虚变法 康有为晚年怎么样 那么18号呢 这是一个重点的节目 这一天呢,咱们全天都在威海流工岛 咱们去看看加勃战争纪念馆 并远建海军公所 这就是我最擅长的近代海军环节 您报名肯定就不需此行 欢迎各位报名 这个我就在山东等你们各位 那行了,言归正传 今年四月份呢 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发生了一起事故 一艘900吨级的护卫舰发生火灾 通讯系统,指挥系统被烧的特别彻底 就基本上失去了修复的可能 虽然这个900吨的船放在世界海军里 看不出什么,但是对于号称是第二强国 第二的俄罗斯来说 那这就是主力中的主力 这一艘军舰发生火灾之初 就有种种猜测 有人说是烟头 有人说是故意破坏 那前段时间乌克兰的情报部门 终于出来现身说法 这就是他们策反的一个俄罗斯的海军军官干的 因为普大利一意孤行 让整个国家与世界为敌 这个军官一看对未来无比的绝望啊 我参军就是为了享受美好生活的 我的美好生活可能我以后要旅游 我想去大英博物馆 我想去美国去看他们的战略舰旋舰去 结果现在你这么一整 我去英国去美国的签证 我现在都办不下来了 所以我这些都看不了的话 生活没什么意思 对未来无比绝望 所以就通过了一个投诚的软件APP 与乌克兰人联系 但是你说空手来投靠 你没个投赚 这很不礼貌啊 所以临走之前啊 说那我送你一艘军舰吧 但是那么大的船 你带也带不走了 带不走就毁掉他呗 于是这个军官就找个机会 烧毁了军舰的关键舱室 同信呢 这个指挥啊 这些舱室 然后在特工的帮忙之下逃走啊 加入了自由俄罗斯军团 看来无论是沙皇俄国 还是俄罗斯被策反与造反的传统 永远都不变 在沙俄时代啊 城市与内陆存在着较大差异 俄国最繁华的几个城市 普遍都在黑海波罗的海沿岸 尤其是圣比的啊 那不但是俄国的首都 那还是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啊 繁荣的城市 信息畅通 然后读书看报这些比例都更高 同时相比于陆军呢 海军他也是一个高素质的兵种 当时参加陆军 你不用识字 你会射击 会装弹 会走对列就行啊 但是海军呢 你想伺候明白一艘军舰 你最起码的你得读书实字吧 你得认识那个使用说明书吧 水兵的文化水平高 因此在20世纪早期帝国主义的清亚当中 就更容易选择激烈的反抗 1905年日俄战争中 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抽调主力 编程第二太平洋舰队远征 由于这次航行跨越了大半个地球 因而每艘船上都要尽可能的多运载补济 为了在长途航行当中维持士气 军官们在军舰甲板上养动物 这样就能获取新鲜食材 这一次航行因为实在是太远了 太长了 士兵纷纷水土不服生病 第二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福克萨姆中将都病死了 那人都这样 动物们更是如此 不少牲口都因为患病 没来得及被宰杀就提前死亡 为了尽量保证食材不浪费 军官们就决定把病死的牛 那肉割下来 加点科学也很活 给水兵吃 可水兵也有自己的情报部门 一听到我们吃的是这碗 立马发生滑变 最后是舰队司令罗杰斯特文斯基出面担保 一定要让水兵吃上新鲜牛肉 这才压住了水兵的情绪 后来舰队跌跌撞撞的开到对马海峡 被日本联合舰队消灭 你说要是当时水兵那些立场再坚定点的话 就不和司令妥协 那估计就不能死在对马海峡了 在1917年 同样是波罗的海舰队率先选择造反 在二月革命里水手就屠杀了几百名军官 就这一幕在五位上将高尔查克里边有所展现 二月革命之后呢 他的临时政府没能解决经济危机和短缺问题 导致俄国社会仍旧充施着革命情绪 1917年五月大概有三千名水手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也在当月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之一 卡朗什塔德要塞宣布革命 独立于临时政府 虽然这些水手革命热情很高 但是列宁不想让他们这么进步 因为布尔什维克还没准备好行动 就我自己还没发话呢 那怎么能有人比我还进步呢 所以水手被命令取消行动 等到十一月份 这里边的一部分水手被抽调出来 前往彼得格勒帮助布尔什维克政变 这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之后 俄国就陷入了内战 为了供应先前列宁提出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把俄国民众的口粮尽可能的压缩 因为打仗越来越费钱 民众的口粮也跟着一点点被苛扣 天天累得半死 但你连吃都吃不饱啊 为了消除掉这种民众的不满情绪 那布尔什维克呢 还成立特务部门 大规模的滥用酷刑啊 就是打消那些不满的声音嘛 大量的无辜群众死于其手 终于工人们忍不了了 率先罢工 卡朗什塔德的水兵很同情工人的遭遇 再加上俄国的现状 也背离了他们的革命理想 于是士兵们发动起义 要求为所有劳动人民提供平等的口粮 要农民的自由 他们的起义呢 就立刻引发了一串连锁反应 全俄上下都充斥着对列宁的不满情绪 面对有敢于起义的人 他自然是全力支持 不少士兵呢 都选择临阵倒戈 加入水兵阵营 这时候 苏俄政府才想起来着急 派图哈切夫斯基组织一支集团军 对着自己曾经的革命战友 发射大炮 毒气 用机枪 终于将起义平定 图哈切夫斯基后来能当上元帅 那么对这些起义水兵不留情面 也是他能得到晋升的原因之一 俄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啊 不仅是充斥着水兵起义 由于长期以来 俄国社会经济差异大 社会的民族啊 矛盾尖锐 敌对国家也会利用这些矛盾搞策板 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 日本天皇就派出间谍明石元二郎 担任驻俄武官 负责对俄国的情报工作 明石元二郎知道自己的任务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国啊 俄国这么一个大国 你要是想打败他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想尽各种办法 在俄国的境内造成尽可能多的混乱 甚至让他们陷入崩溃 那么明石元二郎就立刻向参谋本部 要了一百万日元作为活动经费 然后明石元二郎自己就被参谋本部啊 当成疯子对待了 因为 这个钱吧 说少不少 说多不多 如果是给明石元二郎本人的话 这太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钱都够买一艘防护巡洋舰了 你要这么多钱 干什么呀 但是明石元二郎自己说了 我要拿这钱去什么搞乱俄罗斯 让俄罗斯境内发生这种冲突 发生这种矛盾 这点钱又太少了 你就够买一艘防护巡洋舰的 对吧 这点钱就想那个搅乱整个俄罗斯 你想什么屁事呢 啊 做什么美梦呢 当时就所有人都怀疑你明石元二郎 是不是拿这钱吃回扣了 不过后来呢 陆军大臣山县有朋用人不移 选择相信他 然后给了他足额的经费 明石元二郎就用这笔经费 向在俄国 向那个芬兰的那些反俄势力呀 俄国的革命者呀 给他们支持敬费 1904年10月 在明石元二郎的推波助澜之下 俄国各反对派在巴黎集会 决议回国组织反对沙皇的活动 为了把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明石元二郎又出钱 组织了各个反沙皇组织 在日内瓦开会 向俄国反对派提供了大概有 两万五千只德国造的步枪 和四百多万发子弹 那有了这些赞助 从1904年11月开始 俄国各地纷纷游行 高加索地区平均每天就得爆发 十几起那种恶性的暗杀呀 爆炸事件 1905年日俄战争激战正寒之时 敖德萨又发生了武装暴动 这宁古拉二世一看自己 后院总着火呀 就被迫放弃调动这些欧洲的部队 前往远东进行对日作战 把他们就留在欧洲地区了 然后呢就改为和日本人议和谈判 明示袁二郎在俄国的成功 也使得参谋本部称说 他一个人就能抵得上十个师团 在一战时期 俄国同样遭遇了内部策反 从1915年开始 威廉二世就开始从沙俄内部寻找代理人 瓦解俄国的统治力量 一时间俄国境内兴起了众多革命团体 在二月革命之后 德国更是开足马力 把反战的俄国侨民运回俄国 以此加速俄国的反战趋势 从而让他们退出一战 其中啊 列宁就是坐着德国的专列 从瑞士回国 然后回国就发动了十月革命 然后就和德国人议和 就签订了布列斯特 利托夫斯克合约 退出战争 由于这个战争是过于丧权辱国 俄国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五千万居民 一半以上的工业 三分之一的铁路 都没了 以至于这布尔什维克呀 还有令宁本人呢 都遭到了外界啊 其他党派的质疑 布尔什维克后来微信扫地 什么俄国爆发内战 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这一切呢 郑重德国人下怀 自此俄国再也不会给自己天任和麻烦了 可以说历史上每次赶上战争 俄国就不可避免的遭遇起义和策反 本来这个俄乌冲突啊 双方的实力差距天壤之别 然而就现在俄国遭遇的这些个问题来看 也有策反了啊 也有内乱了 他已经和什么日俄战争和一战 达到了同样的烈度 那把一小时22分的优势 打成现在的这个处境 普大利真乃是不释出的一代雄主啊 好了啊 关于这个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出现的破坏行动啊 和这个起义事件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鼎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